当地时间9月24日,英国工党党魁斯塔莫首次作为英国首相,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演讲,这一讲就是54分钟。 在演讲中,斯塔莫同陈利弊,表示眼下的英国政治多时之秋,局势已经微弱泪乱,如果再不采取一些不受欢迎的决策来重建英国,那么大英帝国孔南县昔日之辉煌。 斯塔莫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堆,其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为自己的削减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补贴政策开脱。 9月10日英国议会下院,以348票对228票的表决结结果,驳回了一项反对削减冬季财难补贴的议案,这意味着约1000万名英国养老金领取者,今年冬天将得不到财难补贴, 这使得许多原本支持斯塔莫的工会领导者不满,虽然斯塔莫表示会公平地分担痛苦,并敦促自己的政党成员信任他,但最大的工会组织,英国联合工会秘书长格雷厄姆却说, 我不明白为什么新的工党政府能削减养老金领取者的冬季燃料补贴,却让超级富豪不受影响,由此可见,内部并未达成一致。 而斯塔莫也在演讲中回应了工会领导人的批评,斯塔莫认为这是稳定经济的必要步骤,自己不会提供简单的答案或虚假的希望, 这是权衡利弊之后不得已的选择,苦一苦百姓,骂名我斯塔莫来丹,斯塔莫为什么要削减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补贴呢? 因为英国近些年的财政状况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,2020年以来,英国已有多个城市宣布破产,其中就包括伯明汉和诺丁汉,甚至连英国监狱都人满为患,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犯人了。 但是政府又没钱建新牢房,到今年7月为止,英国政府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约2.7万亿英镑,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.4%,换句话说英国政府每年需要偿还,近1000亿英镑的利息,大致相当于政府开支的10%,都要填到长债黑洞中去。 这种情况下,政府的财政黑洞就显得颇为棘手,但是能填窟窿的办法就那几个,要么从大富豪手里抢钱,要么从老百姓身上吸血。 于是经过再三思索之后,工党政府选择了对1000万养老金领取者的财能补贴下手,之所以选择对财能补贴下手,是因为英国政府的财务状况里,现在只有养老金体系里还有点闲钱。 而且在今年4月,保守党前首相苏纳克,刚刚调整了8.5%的养老金额度,既然是你保守党留下的烂摊子,自然是要从你保守党的政策支出里掏钱来补窟窿。 事实上除了削减退休人员的冬季取年补贴之外,斯塔莫还有很多其他财政削减政策,比如斯塔莫同样对内开刀,削减政府的财政开支,以及对私立学校和寄宿学校征收增值税,调整能源价格等等。 除此之外,工党政府还提出了,今年削减55亿英镑支出,明年削减80亿英镑支出的计划,15亿英镑的老年群体财源补贴,就属于今年要削减的55亿英镑的一部分。 但是削减退休人员的冬季取暖补贴,在眼下这个时节,却更容易被人关注,毕竟冬天马上就要来了,你削减了补贴,数以千万计的退休老人,这个冬天可怎么过?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55%的英国退休人员考虑在补助取消后,减少今年冬天的财源。 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,由于这一变化,他们将不得不采取额外的节能措施,所以削减退休人员的冬季取暖补贴,才会招致如此大的反对。 既然老百姓都对削减冬季取暖补贴不满,那么保守党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吵架的机会呢? 工党上台是苏纳克给斯塔莫挖的坑,对于取消千万老年群体京东的财源补贴,保守党领袖前首相苏纳克对斯塔莫嘲讽道,工党的政策甚至都不能说服工党自己人。 对于苏纳克的发言,斯塔莫自重翻旧账,直指苏纳克留下的220亿英镑的财政黑洞,称他应该道歉,朝野两党吵架一直是西方政治的老传统了, 不可否认的是,保守党执政的这14年,确实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,甚至保守党后面几任首相,之所以执政不久就匆匆辞职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, 就是因为保守党把英国的财政给完崩了,事实上在苏纳克执政时期,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,苏纳克先生到处假装一切都很好,只字不提财政黑洞的事情, 甚至还做出了提前开启选举的迷之操作,现在看来无疑不是在给工党挖坑,其实从苏纳克前面几位首相就可以看出来,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贪恋首相的位子, 比如2022年7月,约翰逊因为一系列丑闻宣布辞职,继任者特拉斯在位仅49天,就因为仓促提出的迷你预算选择辞职,甚至就连苏纳克,也在败选之后的一天之内,就完成了首相权力的交接, 看得出来保守党这几位,对首相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在意,甚至有种想要快点摆脱的感觉,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很大可能就是因为, 特拉斯和苏纳克几人在上台之后,发现了前几任保守党首相留下的财政烂摊子,但是却没有丝毫办法解决,于是几人都不声不响地选择了辞职, 在他们看来,辞职是明哲保身之上策,保守党真的无计可施了吗?正如前面所说,解决财政黑洞的两大办法,要么从大富豪企业家手里抢钱,要么搜刮明志明高, 但保守党代表的就是企业结合富裕阶层,所以怎么可能从大富豪身上抢钱呢? 这一点在工党身上同样适用,英国财政的亏空,需要企业和大资产阶级创造财富,因此不能得罪,所以只能从老百姓身上省钱, 但是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一旦做出来,以后的选举可能就难了,于是保守党决定让出这一届选举,把得罪人的脏货留给工党和斯塔木去干, 这可筹坏了工党以及斯塔木,工党之前可不知道保守党的这一笔烂账,斯塔木被选上来之后,自然是一个头两个大, 根本没想到短短14年,国家就被保守党祸祸成了这个样子, 而保守党则可以通过抨击斯塔木的财政削减政策, 大肆攻击工党,大大降低对手党派的民间声誉,自7月以来,斯塔木在工党选民中的净支持率,下降了28个百分点, 可以说干了最苦最累的活,却一点好处捞不到,当初苏纳克不顾党内反对提前开启选举,被称为一场政治赌局, 但当保守党输了之后,现在才看出来,苏纳克似乎才是最终赢家, 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,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,那就很难将这个国家治理好, 从而在国内引发众怒,最终只能被赶下台,并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, 在有关这点上,斯塔木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,并能收敛自己的行为, 真正做出有利于英国民众的决策,要不然的话一场大乱恐将朝英国袭来, 所产生的后果自然也是相当可怕的,再加上现今的英国不仅有内忧, 还有外患,那就是由于英方不断持续援污,引起了俄方的强烈不满, 近日俄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称,英方在破坏乌克兰和平倡议方面, 发挥出了相当突出的作用,完全可以说是实现和平的主要敌人, 可见一旦英国彻底惹怒俄方的话,恐怕就要被狠狠收拾了, 不管怎么说,随着英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, 斯塔木真正的挑战要来了,有关后续进展,可以一起继续关注。 感谢观看